照曬等等,去到防舞弊 如果你穿平時的,其實可能可以的 但是大家不安心 你在市場聽到B.S.S.要你脫掉所有東西 去到檢查的時候,你不怕嗎? 你為了一個全心全意集中精力去應付的考試 所有東西你都無論文具,去到你的衣著鞋物 全部都要做一次新的原因 就是你令到它可以集中精神集中精力 在考試上,就這麼簡單 對,所以我看到除了新經部之外 其他全部都說要打擊這些高考的經濟 提出一件事,高考是一種實現的階層上升 全部就是付諸一次的考試 即是如果你是窮人家的孩子的話 如果你考得好的話 社會流動上就會提升 他也說了上個月有個報告 對中國各地區全國重點大學的狀況 進行抽養的調查之後 結果就顯示了 來自中低收入階層的子女 至少佔全部 大學生就是六成以上 那這六成裡面,來自農民家庭的 就有三成以上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高考就是希望自己 能夠上升他們的社會階層最好的方法 現在也是嘛,你在中國社會的向上流動 就算你說進入班牆是一個最好的捷徑的話 你怎樣進入班牆呢,你怎樣做公務員呢 你不是先考好高考,考好高考進入好的大學 然後再去投考公務員呢,你的成功機會是高很多嘛 如果你是東東的一間職業學校的話 你不就做一個技工 但怎樣的前途都沒有你進入重點大學那麼好 所以我就說,你這些的評論 對於微信、風水等高考的活動 我覺得你暫著不腰痛是吧 你當然啦,你都不知道別人的苦況 即是說,你們官員其實就可以入廟莊香 入廟拜神 為甚麼別人不行 你就可以用電話號碼、你的車牌 都是一些漂亮號碼 別人只是想求他安心 其實可能對他的考試是沒有幫助的 你都說要進行這個打擊 這個我覺得很不好 即是連這些東西都要管 如果你要改變的話 不是打擊這些活動 是改變這種制度 即是說,你要開放多些的資源 特別給這個貧窮的家庭、基層的家庭 因為現在已經是中國的經濟模式 或者社會結構已經很不同了 你現在牽涉到每一個的考生牽涉幾個家庭的時候 其實社會穩定很重要 但你有沒有想過怎樣開放這些機會 不會給普通的家庭進入這些重點中學 重點大學 你從來沒有 只是這個就學本的 或者加分的 從來都不會加給這些基層家庭的學生 如果你說是在貧窮線以下的考生 因為你沒有得補習 沒有這些這樣的機會 因為這樣你加分的話 我相信對那個社會流動的幫助它大很多 又或者是說 所謂重點大學重點中學 可不可以不是全部都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 可不可以在一個小的完成 即是說別人在美國的名校 常春彭 你都不會見到他全部都一定是在紐約、波士頓這幾個大城市 他都有在其他偏遠一點的地方 那那個的機會其實相對來說會有好少少 你現在不是 要別人先理少少 一定要去北京去讀大學 人家普通的家庭 怎可以負擔到這些開支 那你在北京的學生的機會本身已經高了 更何況你就是說 在資源的獲取上面 各樣東西都好 你都是給普通的騰共家庭、基層家庭優勝 所以我覺得這一頁所謂打擊考生迷信活動的要求 我都是非常之過分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聽 拜拜 拜拜